大家好 我是田鸡人 靈異這件事我自己有一些親身經歷 我覺得會是有的 但我又不是會很害怕或者會逃避 所以我的個案很簡單 就被鬼擲而已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加多靈異的東西 就可以打來恐怖在線 admanpunt.com 了解更加多 好了 說回你那裡 什麼事 那裡 那裡 我那裡我不打算開名 真的嗎 開名 不是都發生了 你正在住的 但是新聞都報了 新聞都報了 在沙田區作坑村 是村屋來的 我沒有實際去考究過一個地址 就是一個年份去發生這件事 但是就轟動香港一事的造底藏屍案 那沒有記錯是39號 就是那個門牌是39號 那我是住在41號 正正村屋前排後排 我是前排 後排就是做底藏屍的單位 其實是後面碰住的 知道嗎 碰住嗎 如果環境相距 還有一個後門 因為再恐怖的 因為還有一個後門 後門開了這道門 只需要走兩步 就已經到那間屋了 那間屋正式發生事在二樓 三層式的村屋 地下一層 中間一層 最上一層 為什麼會知道 衍生到我去留意這件事呢 因為當時剛剛買房子 那單是租的 不是買的 那單是租的 因為近我小朋友上學 租了下來 其實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就真的 因為我在泰國 當時我太太說 租了這個位置 就近到小朋友上學 有窗口 廳有窗口 房間也有窗口 但是一進去 正門和後門是通的 正門和後門是通的 但是通得來 怎麼說 整間屋是很暗黑的 即是 日頭藥就是燈的 日頭也是暗黑的 因為太密集式的村屋 平常是這樣 那時候還沒聘工人 但是很多次 我太太有時候去廁所 都會拍我的 可以陪伴我吧 在家裡也要陪伴 很害怕 在家裡也要陪伴 而且我是住地下那層 我住地下那層 我剛剛房間裡面 最盡頭就是我的房間 房間隔壁就是廚房 廚房就是後門 最盡頭的房間 有一個窗口 那窗口 如果我開窗的話 就看到後面的屋 也看到後面發生事的單位 那間當時有沒有人住的 當時 全部遭到爆的 都有人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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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住 我住得不太舒服 有時候我開始有做你們的節目 有時候兩三點回去 那裏拍車就麻煩了 拍車下去 一條大斜路要走很上 有一段陰心的一段路 才回到家裡 當時我 你知道村屋我很多養一些狗 是的 有時候回去 我住了很久 那隻小狗 晚上就不廢我 我還在想 那隻狗是用眼睛看我 還是用鼻聞到我呢 有一次剛好有個泰國師傅來 就說 不如都住得不太順利 什麼都做得不太好 加上那段時間 是我在網上最多是非的時候 就聘請師傅過來看 當時有個師傅來到 日後沒事的 日後沒什麼特別 幫你寫豆腐 留師傅在那裡吃一頓晚飯 然後就離開 他就形容了一個女生 在我們的家裡 去到後面的家裡徘徊 問我是不是發生了一些事件 事件 但是沒有告訴他 我們都不知道 那時候 是的 他就形容到了 那個女生矮過你半個頭 短短頭髮 但是穿的衣服 是好像那些坐飛機那些 空姐衣服 然後我太太就查 那麼奇怪 可能是空宅來的 然後查一個空宅的東西 空宅網 的確查到一宗很公道的坐底床師 是的 事發也是一個空姐 哦 是的 那就不謀而合了師傅 然後呢 還有趣的是那個網站 寫了很長篇大量的故事 就說這家屋 發生了這件事 雕空了兩個月之後 就租給了一個牧師 那個牧師呢 跟我太太住了一段時間 就覺得那些門自己關自己開 就很不舒服 然後就搬了 搬了之後呢 就因為用較低的價錢 去吸引一些巴基斯坦人進來住 而我剛才所說的有沒有人住呢 我看到一個牧師就是一群巴基斯坦人 真的嗎 所以那段時間呢 我就覺得 哇 香港的網站很厲害 他們裡面還寫到 就是說 這一群巴基斯坦人就會不斷 因為住下去都是不舒服 而不斷去討告他們的神 每逢五點多六點 他們會奏起他們拜神的音樂 儀式的音樂 對 那是挺恐怖的 所以一段時間就搬了 恐怖到有幾次晚上回來 我是聽到有女人在哼歌 潘兆聰 恐怖在戰